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中澳關係回暖》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 回見來華進行正式訪問的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 習主席指出 今年適逢惠特拉姆先生 首次以澳洲總理身份訪華50周年 飲水不亡或井人 中國人民不會忘記這位中澳關係的或井人 現在我們又開啟了中澳關係新的50年 另一次訪問可以說是 成前啟後 繼往開來 一個健康穩定的中澳關係 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 也符合地區國家的共同期待 雙方要推動中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不斷向前發展 阿爾巴尼斯說在過去的50年裡 中國幫助億萬人民擺脫貧困 取得了偉大成就 這值得被世人尊重和讚揚 澳洲和其他國家一樣 對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以及對中國和國際社會的持續互動 都有著濃厚的興趣 強勁的雙邊關係 將會持續造福兩國的未來 阿爾巴尼斯更配合首位澳洲總理訪華50周年 在中國的行程盡量表現出 有改善對華關係的意願 在建政主席之前 阿爾巴尼斯在社交平台 XJ原來的Twitter上發布了自己在天壇的照片 並配上文字說 高夫·維特拉姆是首位訪華的澳洲總理 自從他訪華已經過去50年 自從他參觀北京天壇以來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 但是不變的是我們兩國之間的接觸依然重要 當然中國領導人也不知澳洲始終是美西方陣營的一員 也是美國圍堵中國所搞的所謂印太戰略的一個重要棋子 面對美國出盡全力打壓之下 中國採取盡量求同存義的合作模式 當然如果像上屆莫里森政府那樣跳得比美國高 反華反得比美國更甚者 中國也不會和他們客氣 外長王毅在與澳洲外長王英賢會面時也直言提醒 這幾年中澳關係出現一些曲折 教訓值得吸取 王毅說 他們兩人每次見面相互理解就增進了一分 改善關係進程就向前邁進了一步 阿爾巴黎斯總理這次訪華是中澳關係的一件大事 相信在雙方共同努力之下一定會取得成功 在重整行裝再出發基礎上推動兩國攜手合作向未來 王毅然說澳方高興地看到雙方近來在貿易等領域對話合作取得積極進展 妥善處理分歧關係不斷改善 發展對話關係符合澳方利益 澳方期待一次的訪問取得積極成果 推動兩國關係進入新階段 王毅強調中澳之間既無歷史恩怨也沒有現實衝突 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 這幾年中澳關係出現的一些曲折教訓值得吸取 中方一貫都認為 雙方應該更多聚焦積極正面議程 理性、友善、包容地看待對方 奉行積極武實客觀的政策相向而行 妥善處理分歧、擴大合作 形成不斷向上的良性回圈 確保中澳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總結中澳關係的起伏 王毅的意思有幾重的 第一澳方要吸取莫里森政府反華付出的代價 中澳本來在貿易上互補性很強 澳洲是資源豐富的國家 而中國就需要輸入大量的資源 但是澳洲若要挑戰中國的底線 甚至比美國還要反華 中澳就很難談合作了 第二理性看待對方 為求選票而反華 天天炒作抹黑中國來吸徵 中國民間也會反感 中澳關係就只會是螺旋向下 第三 中國和澳洲之間本來沒有恩怨 本來各自安好 是美國單靠自己力量沒辦法壓制中國 所以拉盟友搞出一個 有一個的小圈子圍堵中國 被拉攏的國家 或者難以正面拒絕美國 但是加入這些小圈子 也可以全力投入反華操作 也可以側側 東盟也加入了美國的印太經濟框架 但是東盟也堅持不選邊站隊 為發展可以與美國談心化合作 如果要對抗中國就不要搞他們了 東盟也可以說是兩邊逢源的 這個對澳洲政客有參考作用 另外巴爾衝突繼續衝擊美國的外交政策 以及與盟友的關係 路透社6日引述知情官員說 由於美國對以色列的大力支持 七國集團G7各成員國 在巴爾衝突立場上 顯然很難達成一致 儘管以色列的外交官曾對個別國家展開密集遊說 報導說擔憂這可能削弱G7作為應對重大地緣政治危機的力量相關性 路透社就只提到了中國和俄羅斯 他引述G7官員的說法說 由於害怕內部衝突被利用 各成員國正刻意掩蓋分歧 今個月的7日至8日G7國家和歐盟的最高外交官員 將會在日本東京舉行峰會 討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爆發的新一輪衝突 分析人士告訴路透社 即使是這次峰會就衝突發表公佈 他的操詞也很可能非常籠統 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 郭馬特就直言 歐洲人在巴爾問題上是分裂的 這種分裂在G7內部也顯然異見 官員們也表示 就以色列的自衛權 加沙的平民傷亡 以及呼籲暫時停止戰鬥等 具體措辭達成一致將會很困難 東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小田英朗進一步指出 除了措辭之外 G7還需要就怎樣向燃料 食品水和醫療用品貴乏的加沙地帶 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提出具體建議 但這也很可能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路透社說這是由於G7成員國各自有不同的關切 集團內部的政治和經濟忠誠度也不同 來自法國和加拿大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說 美國對以色列的大力支持 以及對G7國家中 阿拉伯或猶太裔人口反彈的擔憂 使到G7在達成共同立場上面臨挑戰 報道說令到問題更複雜的是 G7現任主席國日本也對危機採取了謹慎的態度 抵抗了與最親密盟友美國的 親以色列立場保持一致的壓力 由於日本依賴在中東地區的石油供應 傳統上也與這個地區很多國家和地區保持著友好關係 從衝突一開始 日本就在尋求一種平衡的應對方式 在以色列連番報復式轟炸之下 袈裟地帶攀升的死亡人數也強化了日本的謹慎態度 兩位熟悉內情的消息人士透露 為此以色列外交官通過電話、電子郵件和拜訪日本官員等方式 對日本展開了密集遊說 慶應二屬大學專門研究中東國際關係的教授 田中浩一郎就認為 在日本過去擔任G7主席國的歷史上 從未遇過這麼嚴峻的挑戰 半個世紀之前為了避免重渡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覆設 G7應運而生 這個起初是七個工業國進行經濟協調的平台 但是之後他們的觸覺就逐漸伸向政治領域 以提從最初的經濟問題擴大到國際政治和安全領域 路透社說近年來從制裁俄羅斯到指控中國的所謂經濟脅迫 G7成員國一直都是展現出所謂的團結立場 但是在巴爾衝突的問題上就步調不一 事實上自從新一輪巴爾衝突爆發至今 G7只是在一份裁長聯合聲明中 以寥寥數字提到了這個問題 10月9日即是哈馬斯發起突襲幾天之後 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領導人 曾發表聯合聲明 表達對以色列的堅定和團結的支持 明確譴責哈馬斯令人震驚和恐怖主義行為 但是日本和加拿大並沒有簽署這份文件 有分析人士認為日本希望借此保持它的外交政策上的靈活性 G7的分歧在聯合國也有所顯然 10月27日聯合國大會第10屆緊急特別會議 以120票贊成、14票反對、45票棄權、壓倒性多數通過決議 譴責所有針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的暴力行為 呼籲立即實行持久和持續的人道主義優戰 從而促使停止敵對行動 G7中法國投了贊成票 美國反對集團的其他成員就棄權 路透社的文章擔憂 這可能削弱G7作為應對重大地緣政治危機的力量的相關性 說中俄正是利用這場衝突來彰顯 他們是發展中世界擁護者的身份 表達對美國的反對 一名G7的官員就說 G7各個成員國正刻意掩蓋分歧 以免正中俄羅斯下懷 路透社還引述日本階能全球戰略研究所研究主任 官街邦言的說話說 這也是一個中國和俄羅斯 將如何解讀這些事態發展 以及他們將如何試探G7的問題 關於G7難以就巴爾問題協調一致的消息 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回應說 各國立場不一是意料之中 但就否認G7成員國在尋求共識上遇到很大困難 並且拒絕證實是否會發表公佈 而G7國家貿易部長上個月底 在大阪會議上發表的聲明 並沒有提及到巴爾衝突問題 從路透社的這篇文章可以看到 美國拜登政府真的開始很擔憂了 不是G7是否有聯合聲明的問題 而是突顯出美國沒有辦法 或是沒有信心可以掌控局面 還有就是競選連任的拜登的民望 一天一天向下滑的現實難題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3610-3800或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陸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